歡迎大家出席 香港變臨聯賽 中學甲組 第四 對賽 新方為 正方 華英 中華 上班 加密 拍攝 中華 現在介紹 雙方邊緣 正方主緣 陳盈俊 第一副面 胡見 第二副面 周澤新 傑面 邱俊賢 法官主面 鄧森儀 第一副面 李衍玲 第二副面 張迪森 第二副面 張迪森 傑面 李天生 我們很高興請到三位裙判 為今場賽人 他們當時在 前中大便園 這邊 居 辯論網站 創辦人 郭真祥先生 前港大便園 特翠雷書院 教練 余俊偉先生 前中大便園 資深傳聞人合 辯論顧問 快樂便圖 莊俊賢 本場比賽分主編 公面 一副二副 自由辯論及見辯共六個環節 詳細賽規之前已經發佈在各參考學校 現在不宣讀 但想特別提醒雙方 公面環節 回答方不能反問 自由辯論環節 雙方台上所有隊員 必須參與 若違反 對方台上面緣 有責任指出 評判應公宿實 可扣不犯 請雙方有沒有問題 沒有的話 現在請請正方主編發言 還有四分鐘時間 主席 評判 有方同學在座 各位大家好 今天遍題入面網絡直播的意思 即是經由互聯網發佈即時實況的視頻 而網絡直播有三大特點 第一 更即時 第二 互動性高 第三 全面實況並且不經剪止 而今天遍題的衡量準則 就在於究竟網絡直播有沒有凌駕性的幣珠 而今天我方正立遍題的原因有二 第一 在經濟方面 網絡直播風氣形成新的經濟產業 大家不要想著直播視頻 只是說直播主那麼簡單 其實 其實背後是經過一條直播新產業的支撐 由實況主 直播平台 網紅經紀公司 甚至是拍攝工具行業缺一不可 形成一種新的經濟圈 增加各行工作機會 以及增加了他們的收入 在2017年 中國直播網絡表演市場 整體營收規模為304.5億人民幣 而網絡直播風氣 亦都可以同時帶動零售相關產業 例如淘寶網店美鴉 就以網絡直播方式來介紹新生 面對著網民在留言中 問及到有甚麼依著相的配搭 店主就會即時拿出幾件出來示範 即時回應 所以 每個直播之後 他的網店平均都會賣出過萬件的產品 可見網絡直播威力強大 第二 在極政治方面 網絡直播能夠增加市民寫證參與程度 由於現時手機和互聯網覆蓋面大 而且廣泛 很多選舉論壇 民政大會 甚至乎選情報道都會以網絡直播的方式來播放 好 市民不單止可以即時收到最新的消息 更加可以透過在直播下的留言 和直播裏面的政客作出交流 德國就有95%的市民 都用一隻叫做國會觀察的手機應用程式 當直播著選舉論壇的時候 市民就可以透過這個應用程式的留言功能 直接向政客表達意見 或者作出提問 而同時 大部份的國會議員 亦都會即時回應市民的留言 藉此令到市民更加容易去了解政務 亦都令到政客和觀眾作出 一個更加直接的活動 增加政府的透明度 另外 網絡直播 跟即時的特點 正正能夠為大家可以在看實況直播的時候 即時判別對於每件突發事情的回應 甚至作出即時性的行導 正如雨傘革命的時候 有不少市民都是因為看到網上的實況直播 看到警方是手無寸鐵的學生放催淚彈 於是即時走到金鐘去支援老班的學生 除此之外 透過不經剪接的直播 市民對於當時的情況都有目共睹的時候 就不容媒體透過鏡頭剪接 亦且文字偏頗 而不容貫妝 最後想問一問有方同學 如果有方同學說 網絡直播是弊多於你的話 那究竟是否代表了 網絡直播要被完全禁止呢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接著是下方主任 有四分鐘時間 大家好 網絡直播技術 一般所說的即時互動有實 可以直播即時直播 我方都不反對 但是著著各位 現在今天辯題討論的 不是這種技術的優劣 而是網民流行怎樣使用這種工具 產生的是什麼氛圍 這個才叫做風氣 有方跟我們說 市民的政治參與可以提升 但市民這個又有多少人看呢 有方請舉出數據 有方今天連對辯題的理解都出現問題 又怎樣探討 暫時網絡直播對社會發展是好是壞呢 其實不論是聯合國 世銀 還是歐盟 要衡量社會發展 從來都不是單納下落 任何後中所說 形成新的經濟產業 社會發展指數 創始人格林更加指出 錢不是一切 相反日方今天正跟我們說 以錢就來合理一個社會發展 這樣又是否合理呢 羅丁閒大學社會研究學者 布比特都說 社會發展的最終目標 是要令市民會得快樂 有尊嚴 故事今天我們要衡量編題 需要審視網絡直播的風氣 是否幫助社會令人會得更加幸福 有方反對編題 原因有二 第一 散播不良價值 有方正提到 使用網絡直播可能帶來的收益 以及一連串的直播平台和產業鏈的收益 但現時大眾是怎樣看直播的呢 我方見到受歡迎 甚至有巨顏打上的直播 大多數內容負爭議性 甚至是踩進道德底線 例如在美國 有讀款是念書開直播 高舉鈔票 願意自己豪有錢 在泰國就有男子直播自殺親女 和她的自殺過程 宣揚冷血暴力 但他們的瀏覽次數竟然高達38萬 在美國少女 有少女桑切絲 正過聚走駕駛 殺害親戶 輕時分明 但瀏覽人錢就有70萬 在中國 更加有不少的連累主播 為了打賞 不懂做出誘惑動作 甚至是出賣肉體 有錢 原來什麼都可以 這些例子 理比家事 市民有方 這些直播 為何會影響大序的價值觀呢 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 導師 珍說夏祖表示 這些社會的歪風 會同同青年的展資能力 大眾價值觀 會影響不良的網絡直播風力 所扭曲 社會發展 為何不是陷入呢 第二 扭曲人際關係 韓國大學社會學家 韋思指出 人際關係對個人幸福 尤其重要 而良好的人際關係 令大眾生活得快樂 有尊嚴 是社會發展的重要一環 而不遲 不遲得有光金銀 只是跟我們說錢 根據2017主播職業報告 更加指出 很多網絡主播高頻率 且長時間開台 但收睇的觀眾中 有七成都有打上主播的行為 向主播送上虛擬禮物 建立互動關係 和網民之間 可以為是相當流行 但這種 是否可以增加到 人與人的親近感呢 日本主義社會學家 馬芷樂提出 社交生活 是應該以生活達到 社交健康層面為 最終目標 而是現在這種 網絡直播風力 所建立的關係 是否真的增加到 人與人的親近感呢 蘇州大學動盟傳媒教授 曾一指出 以送禮打賞所建立的關係 令人家交換降級為 金錢關係 有十次孫Silly 為了跟主播有更多的活動 花光了父母十年齡的 積蓄打賞 而這依影響著真正的社家生活 對社會發展 為何不迷大於你呢 謝謝各位 接著是公面環節 正方請右下車位 請問 請問 正方公面開始 你有兩分鐘時間 有方同學呢 今天就和你們說 其實網絡直播有很多位置 我幫主便便問 那是否應該全面禁止呢 有方同學 我方認為應該要抑制這種風氣 有方反而今天和我們說 這種技術 而無論證有甚麼東西 是現在這種風氣 那是否真的 是還是不是要全面禁止呢 有方同學 有方正視有甚麼風氣 是還是不是 有方同學 請有方看回今天的變題 今天說的是風氣 而不是只是網絡直播 風氣 我方所說的經濟和政治 而且剛才都是為一個社會的風氣 它只不過是一個雲觀的層面 有方同學只不過是不給官的層面 有方同學說的經濟 但我們看看經濟是甚麼 現時已經散佈了一些不良的價值杯 那這種不良的價值杯 為何會對社會發展比較大的影響呢 有方是有 知不知道網絡直播 是可以為到經濟大利益的利益呢 有方同學說經濟 原來有方看社會發展 就只是同學說經濟 有方同學看著 2017年中國網絡表演的行業報告顯示 2017年中國直播網絡表演行業的整體營收規 模為304.5億人民幣 比起2017年增進了39% 那是否則不是一個大的利益呢 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 今天下午 社會發展就跟我們講些錢 是嗎 有方同學 有方賺錢就用一些錢和道德 用色情暴力 這樣的賺錢 我方看不到 有方同學 但不是全部人都是靠色情賣肉去負債錢 因為有很多都是賣衣服 賣港 一些政治的直播 那是不是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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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說過 社會發展不只限於經濟 稍等 但如果他不是偷為 所謂的方同學去增進 那是嗎 然後到反方公民或者 反方自然 請你選擇正方一位面 我想選擇正方主見 先問你第一條問題,你剛剛說到你的網絡直播是北京剪接,你承認不承認? 北京剪接是否一個問題? 北京剪接是否一個問題? 是否? 是 有朋友我們現在看到有很多色情、販毒、殺人的案件 他們在北京剪接,沒有打架子,就在公眾面前灌輸他們的不良價值觀,有方承認不承認? 有方同學,我們現在不同的平台 有方承認不承認? 現在我們已經在現時不同的網絡平台裏面 有方現在備言不談,他講說有監管設施,但為何要監管? 就是反正了不良風氣的存在 有方同學,你根本現在已經承認了不良風氣是存在的 有方,你剛剛的公便環節裏面,你問我方說經濟是一個很大的利潤 有方見不見到背後是有甚麼支撐的? 背後問就是有些人去打,即是利用一些,可能在直貨之後他們就會,即是可能上到一些網店那裏 有方實在很理想,他講的是網店以為賣衣服,那就是經濟收益 有方知不知現在在賣弄色情的女主貨,他們月入是500萬人民幣打賞的富豪,他們一閘千金 他可以在10秒內花100萬,令女主貨全濟過家,這些就是你所謂的激制發展,是嗎? 不知道我跟他有沒有看過相關的資料? 其實現在很多這些含有露肉、色情的主貨已經被相關的評論禁用去… 有方同學有甚麼根據? 根據就是,現時中國已經有11個平台… 有方無論如何都說不出他的監管措施是甚麼 其實有方今天說的監管是否存在,我方是存在 第二,你收到的社證參與 有方說到可以增加透明度,但有多少人在點擊率是多少,不像甚麼數字 德國現時有95%的人是使用我們剛才主電所說的 他使用的時候,他使用而已,但他那一刻是在看社證參與的網路情報 但是他那時在開啟那個證… 現在公面掌握錯,來到政方第一步的… 現在公面掌握錯,來到政方第一步的… 現在公面掌握錯了,來到政方第一步的… 你有三個鐘時間嗎?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剛才聽完反方主編的發言 我方就發現有一個於利不合的地方 首先第一,有方同學提供不當的直播,只可以事後靠檢舉 影響大眾的價值,會有帶來不良的風氣 其實今天我們可以見到有方同學誇大其詞 認為這只是直播獨有的敗處 我方不否認,直播服務上有不足 但其實我們可以見到有不同的網絡平台 都是盡力地完善監管的制度 國家互聯網訊息辦公室 在2016年11月4日發佈了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 它例如會觸即時中斷到不當內容的直播 而事實上不單止是網絡直播 在互聯網、電視甚至是書籍 其實我們都很容易接觸到不略、不雅的內容 那不通要我們將它們一摒氣嗎? 所以其實我們要想的是要怎樣優化 而政府亦都設法增加了一些機制進行監管 就好像在看面書的一個社交平台 這個社群的經營團隊有7500人 是進行這個網絡直播的監管 以及與各地的社群和執法機構合作 當見到有不良的內容之後 就會立即聯絡有關的執法機關 而例如好像有一個直播裡面 獲報了一個人企圖直播一個自殺的城市方 所以它就立即聯絡了當地的執法機關 並且成功阻止了這件事的發生 當這些不雅的內容在可以出街的情況 大大減少之後 我還想問右方同學它是否一個大的廢署呢? 江學峰說 沒有發問我們今天所說 直播大部份類型的影片 都是有關銷售、購物 都是屬於正面的內容 那請問是否真的好像右方同學所說 是帶來這麼差的呢? 其實網絡直播的興起發展了一套新的經濟模式 除了一般同學很狹窄地認為 網絡直播產業只有網紅和直播平台 從中獲利 其實還有網紅培訓公司、中介公司、電商平台、技術支援等等 都是在直播產業鏈裡面一環、扣著一環 如果沒有了這個產業 那整個社會又會少了多少的收益呢? 隨著網絡直播市場的潛力越來越大 網紅直播用的工具也都越來越專門 而用到周邊的數碼、器材、商品的需求也都增加 與此同時 網絡直播也都成功帶動了零售業 或者相關產業的經濟收益 直播裡面網紅和市民的互動 令到這種新的銷售模式 吸引到更多會撞購商品的產品 例如在2017年10月 淘寶上面有兩場直播活動 每當直播主美亞介紹一件新衣服 工作人員就會立即在網店上線 一秒鐘就可以賣了1000件 幾乎健健賣光 多謝各位 第一部片 兩兩三分鐘開始 主持 評判 游峰和卓錚哥 大家好 今天游峰犯了二大初五 二次未能徵立面題 第一 為何經濟賺了錢 令社會發展了 之間有甚麼融資關係呢 經濟關係出來討論 第二 網上有人可能透過買衣服 是促進經濟發展 究竟這些是否造成了風氣呢 今日數據告訴我們 究竟這些是否節目內容的大多數呢 我剛見到不是了 請有風據出手指的數據 其實龜南剛才有多同學所說 現在已經有很多方法可以禁止不良內容再國省開去 其實有方今天都承認了 網上的直播的確存在一個流動 是可以被這些不良內容、不良的價值觀去影響到人 所以有方才在想究竟今天可以怎樣禁止 今天我們怎樣禁止才是最好 我們可以用頭再說 我們集中看看這一種價值觀 是否會對社會發展廢難於禮物 其實今天有方都承認了 警方今天說可以盡力地完善 其實今天有方叔叔從來都推不到 其實網上直播裡面 有很多人都是用色情 用服力作為一個賣員去吸引眼球 那今天有方同學跟我們說 經濟發展可以帶來紅紅收益 其中一個是網紅 我方想反問有方同學 究竟可以成功出名的網紅有多少呢 我方見到是不多的 接著一個資料 告訴我們其實現在65%的主播 他們想像一些很著名的主播 賺到很多錢 但原來告訴我們每個月 他們的收入都是少於100元而已 但在內地平均一個青少年 他們每個月的收入下跌多 4300元 足足不夠應付自己的生活 有方說網紅可以這樣 就在等為主出 會不會是那麼多的資料呢 接著有方又跟我們說 可疑是一個很龐大的產業鏈 但我方想反問有方 究竟這個產業鏈 是指現在網絡直播的內容有多少呢 為何就算帶來了收益 可能是淘寶各方面 帶來了一些收益 但背後原來是充斥著最多的內容 都是關於失程在暴力的時候 就算讓你賺到那些錢 為何也是帶來了社會實現呢 我回應剛才有方同學的出現 都提及過 我可以更加了解這個證詞 我反而想問有方 有方說 德國有95%的人 都下載了這個程式 可以看這個即時社會事務的進行 我反而問 究竟多人下載 是不是多人使用了呢 我看了一次 其實我發現其實都不是很有存在 所以我出回去 是不是就等著我更深入去了解了 我反而問有方 究竟這個當中 是有甚麼說測關系呢 我剛才看到了 反而在一陣間有方同學的研究 出來多些解釋 其實今天有方同學都說的 不經剪接 我剛才見到這個可能 會帶來一些色情的問題 有方程同學來解釋 多謝各位 先把色情的問題 等一下 我會幫我做 然後是製妝 第四方 接著是製妝第四方 第二次製妝 還有三分鐘 快點 下載 主持是製妝 第二次製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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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製妝 第二次製妝 主持是製妝 第二次製妝 任何東西,例如書籍,電視節目都會有色情動力的成分 但這件事都是透過一些監管的制度 去控制這些違規的書籍或電視節目的內容 那為什麼網絡直播又不可以透過監管的方式來控制柔科同學 你明白嗎? 其實YouTube上的預製影片也會有風險 雖然有76%的違規影片在上架後都在重營 沒有任何觀看之前,觀中觀看之前就被移除 但仍然有24%的影片會流出 證明YouTube其實都不是沒有風險,只是被直播篩 那是不是有風險的東西就要直接將那些完全禁止呢? 有方同學,是不是有風險就要完全不視直播為經濟、娛樂和政治所帶來的價值呢? 可能我今天就和你講出,只是和你數 其實網絡直播在經濟層面上有很多幣處 說我方就是著重金錢上的利益 而忽略了社會風險的發展 其實根本沒有和我方討論過網絡直播在政治層面上的好處 不經剪接,不接受文字圈現 較為下觀,這三樣東西就是網絡直播的好處 在暴動旺角蘇聯之中 大公報告稱這件事為旺角暴動 而蘋果日報道叫這件事為魚蛋革命 兩者相對的文字其實已經是 帶出的意思自然不同 但網絡直播其中一個獨特的資訊是什麼? 就是可以保持資訊的透明度 說民族一個自行勃絕的機會 為民族提供更多的角度去思考這件事的真實性是什麼? 所以即使民族本來是有自己的立場 也不會受到他有既定立場的媒體所錄補的新聞 而去影響他的價值觀 再者其實現在根據香港政府在2017年公布的主題性 住戶統計調查第14個調查書 電能手機在2017年的滲透率已經是88.6% 開始在現今時代 電能手機已經成為了一件普及性的物品 所以其實如果發生了很大的事件 例如魚蛋革命的雨傘的時候 你看到那個直播 你又想出去升門了 那這個情況比起你第二天打開電視 你看到那個先前已經預製好的影片 分別已經有不同了 因為你已經出不了去 你還留不了 你微補不了 你昨天可以出去升門那個行動的機會 比起要安助家中先看電視 電能手機一定比電視更加方便 也可以更加即時 電視文只收到在不同方面的資訊 從而對這些大型的突發事件作出雙人的行動 再者 傳統傳媒多數都不會直播 只會預製一些影片作新聞報道 你看蘋果的新聞 其實都是做一些蘋果動的新聞 其實Dweb他們無線新聞 無線新聞其實都是說會預製一些新聞的報道 所以往往我們只能夠看一些小本經驗的網媒 例如社會紀錄頻道 香港獨立媒體等的直播去調解現場的即時情況 試問到現場的聲門和第二天打開 這件事是否感覺不是一樣的才有方能學 多謝各位 陳確是白方 李阿山 今次是 李阿山 李阿山 主席評判 庄庄位 大家好 今天有方說得很好聽的 跟我說政治 跟我說經濟 但我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有方覺得最重要的是錢 有方今天的辯論比賽就像天平一樣 有方在上面擺下了錢 有方擺下了人的價值觀 人應有的尊嚴 但最終得出來的是什麼呢 既然是錢對社會發展更加重要 這個天平是否合理呢 我方說不是反對發展經濟 但推動經濟的背後是些什麼呢 代表什麼價值觀呢 是否窮得只剩下錢呢 我方見到有情侶為了獲得打賞 見網上敵我色情行為 觀眾說的不是報警 而是要求麻煩那個鏡頭低一點點 有女主播為了增加分子量 在架子的時候放開泰國 用雙手比針差點養成車王 觀眾表示非常賺好 即是說錢賺了 但人的價值觀倒退 對於社會發展是否利大於弊呢 紐約法學院教授陳志雄指 經濟增長只是社會發展的步驟之一 最重要的是人覺得有尊嚴有價值 現在網絡直播散布不良價值 紐約人際關係 為何不是和最終標配到如此呢 請有方論證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之間的輕重 論證什麼人捨棄必有的思想價值 反而對社會發展利大於弊呢 其實說到底 今天要合理行兩條面題 只要從以下幾方面審視今日的編評是否正確 第一 利不成利 有方就和我方說可以增加政治參與度 但這個是不是恭喜呢 有方一副都問過了 德國有95%的人下載 是否有人在使用呢 有人在使用的是否在看政治的東西呢 是否增加了參加的透明度呢 有方說的一副從未論證過 有方又和我方說雨傘革命 有方就說到雨傘革命 背後的原因都是因為正確的 但是有方和我貴恩錯誤了 今天按照有方的同邏輯 今天電線轉播 蘋果日報 甚至電書的社群功能 WhatsApp群組 這些是否都可以對社會發展利大於弊呢 有方和我簡單地把兩者的 B的關係拉上等號是否正確呢 退一萬步而言 即使是看了 是否就等於參加了 是否真的透明度透明了 是否等於可以增加了政治的能力呢 直播技術而發都是這五六年來的事 有方和我所說的德國大選 立法會大選都是四五年一次 即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說到底有方其實只有一個例子 跟何方 今天有方拿一個短期 有人發生的事 就和今天變態的長期的風氣拉上關係 談話一言是否合理呢 根本是有方和我反對 今天有方和我贊成變態的理由 實在過於狹窄 然後去到第二點 有方和混淆死拼 有方就和方說監管了 但監管了程後是怎樣呢 今天念書和Instagram的創辦人 朱克法克都表示 他已經成為了助長謀殺和自殺的工具 而港電組局也指出 網上的直播風氣不良 需要壓制 壓制了 但是這些自殺的情況依然存在 有方和我如何解釋呢 這樣是不是就等於監管了呢 今天我方不是要論證 和討論監管對於直播本身的技術的成效 而是要討論直播本身後面的風氣 是討論人的價值觀 人的行為 BBC是我們今天的討論範圍 因此今天的辯題 利不成利 弊大於利 因此今天的辯題 利應不成立 多謝我懷疑 現在人不知道有哪個懷疑 雙方各有三分鐘時間發展 當某方法有時間 上月三十秒會有聲聲提示 如果是直播問那個問題 即是直播問那個問題 如果是直播問那個問題 之後變類似時一開始 要正方派出一位建議就先解釋 那我認為網絡直播這麼多的閉註 那是不是應該全國政府都應該全面禁止呢 那我先走靜點 我方主變一副熱股都搞過 我方不是反對網絡直播的技術本身 而是反對人本學的風氣嗎 那方學今天始終未能解釋到 究竟人的價值是怎麼那麼歪道 所以我們現在是有點監管 例如說色情方面的影片 這些直播 那我想問現在網絡直播的風氣是怎樣 我們現在的風氣就是講強白衣服 或者是藝術中的飲飲食性 而不是絕大部份有不同的色情內容 你有沒有數據告訴我 我自己的照片 那間網絡人有沒有數據 告訴我色情的味道 那有方是正方應該有輪席的責任 有可能我監管的那方頭來講 現在廣電中屋就說禁止女主播吃香蕉 那有方同學的原因呢 麻煩各位評判自己想想 有方是否有方所謂的監管 色情公器漫延開 這個就是今天裡面的討論成果 有方同學不知道有沒有看過這些數字 其實現時一個的影片平台YouTube 其實它已經在2017年的10月至10月期間 已經有大約830萬部的違規影片 是遭到而除的 那請問這些是否要監管呢 我請問這些是否全部都是直播 不是全部都是直播 但仍然會有一些可能不符合規格的東西 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今天講YouTube的例子 但有方今天講不出YouTube有甚麼直播的頻道 YouTube的頻道 我想問跟今天直播有甚麼關係呢 我們今天見到在大陸有很多直播的平台 他們播的都是色情、煩動、殺人這些事件 有方同學你剛才說有社政參與 但社政參與都是幾年一次很愛而父所說 但我們今天見到色情同學是日日發生 有方是否承認 閉嘴才有方同學 但你所說的閉嘴不是直播才有 你互聯網也有色情之上 都會有這些法律 都會有這些自殺的影片 互聯網也應該要全面被禁止 那你即是有方同學成為直播有這些閉嘴嗎 我方我從來沒有反對過有這些道理 只不過我只是說有機制可以監管這些內容 所以對我整個法律就是利大於閉嘴 有方同學你根本不明白 其實有方先不要扭曲我方 我方沒有說過今天是要移除了網絡直播 更加沒有說要移除互聯網 這個就是有方一廂情願 但有方今天我們說的就是這個網絡直播 對於社會發展弊大於你 所謂弊大於你 是說甚麼現在對於人的發展 對於人的尊嚴是踐踏到甚麼的地步 是對於人的道德淪落到甚麼的地步 有方見到現況 其實有方和我今天說的是非常可笑的 就不斷和我說直播已經究竟是怎樣 有很多例如說露肉的直播 如果你是這樣說的話 那其實書本雜誌 或者是預錄了的影片幾年都會有的 那不如全部都這麼仔細好嗎 那我冷靜點先 今天最好笑的是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改出書本的例子 但有方同學現在書本有淫捨條例 如果是真的有些經過神規的書本 我方都不反對 但今天現在網絡直播風氣是甚麼 就是它是欠缺監管 就算監管了成效不足 那方我們今天不是在討論監管不監管的問題 而是今天直播風氣呢 他們是18歲、20歲的兒童都可以觀賞色情影片 有方認為哪些是不會留下別人的價值觀呢 有方同學說 這些直播你們都承認了 其實它可以用這些監管的條例去規管這些謎處 還有現在其實是中國 無論是香港還是全球 其實都有很多的網絡平台 都不斷地完善去監管條例 那為甚麼可以說 還說現在的社會的風氣 直播風氣帶來 都是這麼大的謎處 會有這麼多色情的內容呢 我剛剛沒有聽清楚我方說話 監管了我們看看現在的例子是怎樣 這個是上個月的例子 是甘肅慶陽 19歲的人想跳樓自殺 結果他直播跳樓自殺的時候 有觀眾說甚麼呢 快點跳下來 快點死給我看 這個是否有方同學的監管例子 我跟我方不同來說監管 我方現在還說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必然關係 有方論證了 如果錢賺了人的價值觀倒退的時候 社會發展是不是弊大於你 那個例子其實是因為人的道德的問題 而不是因為政府沒有平台的問題 有方說得好是人的道德的問題 如果按照有方的邏輯 今天主播賺到錢 這個經濟都是人本身的商業套路 有方的理想是否全部不成立 但有方同學你今天所說的 就是因為有些直播的直播 就影響到人的價值觀 其實人的價值觀 你可能隨時一條街 你聽到很多髒話 你的價值觀都可能會因為這樣 你聽到很多髒話 你的價值觀都可能會因為這樣 你聽到很多髒話 而被他扭曲 你自己都會經常說髒話 有方說得好是人的價值觀 有方的見面都成了 是人本身很貪靈的問題 我再問有方說最後一次 按照有方的邏輯 因為人賺到錢 都是因為他們有商業套路 人主播可以逃出名 都是因為他們本身的口場 有方的理想是否通通不成立 賺到錢就等於社會發展 社會經濟也好 就是等於人的生活數字就好 那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有方的邏輯 有方說原來人們賺到錢 是透過網路直播 所以就叫做經濟發展 我們現在說的 都是說色情 現在是透過網路直播蔓延開去 這個不良的風氣 灌輸給大眾 為甚麼有方自打嘴巴 我今天跟你說了 其實互聯我所有的地方 都可以有成功努力 在一條街你都可以見到 有人在這裏作成行為 其實是否都會影響你的價值觀 根據你的邏輯 那我冷靜點先 根據你的邏輯先 有方說我沒有聯網 其他都有色情網集 但有方說這些色情網集 是可以合法的 因為他們限制了18歲日 的人去看色情網集 但這個直播是甚麼呢 就是YY鬥魚和不同的Twitch 這些都有色情的影片發生 但它是沒有監管過的 所以以後的人都可以收聽這個 有方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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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舉出了一些平台的例子 就說他們那些沒有色情內容 其實現在很多內地 就已經是 自2017年的10月 已經有多達11間的平台 是因為色情內容 而是被人下令 是一關閉的 正方的發炎時間是不用的 自由變了環節結束 現在正面環節 深方的面有一等多的 就在旁邊待會中 多酸要多的 比較配合 所以這間的一家 就是非常有名的 延長的完成 這個建築 比較有麽的 就是為何不是 所在家 做某間的 正面的 這間的地點 麻因素 十分 應該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如果社會發展但是人心倒退 如果科技發展但是人心倒退 究竟我們的社會是進步還是退步呢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 我聽完整場辯論之後 其實我方和友方最深層的矛盾 就是對於我們對社會發展的理解 但是今天友方口中的社會發展是什麼呢 原來講的是錢 是經濟 是產業 是收益 在友方的心目中 社會就是經濟 經濟就是社會 先不論友方只以經濟來衡量社會發展 目光狹窄 就算我們只是窮到只剩下錢 網絡風氣是不是真的好像友方所說 利儲這麼大呢 有方和我們講話網絡直播可以提起網購的風氣 可以有買衣服這些風氣發生 先不講友方今天講的網絡直播 原來就是主播在直播的時候 試一下衣服就當是網購風氣得以推廣 隨便賣廣告算不算是經濟發展 究竟主播是做了什麼 才能夠吸引這麼多的追隨者呢 但是我方一副二副主辯都已經講過 主播為了增強人氣會做出出格的行為 吞燈膽 吃金魚 吃麵包蟲 脫衣自拍 鬆開軚門 甚至是走後駕駛 例子多不勝數 華盛頓 美國華盛頓的政策研究學院 創辦人懷之傑指出 社會發展最終的階段是要實踐人的尊嚴 但以上所謂的種種例子究竟是反映著 現世人什麼的價值觀 人的尊嚴得不得以維護呢 說到底其實社會發展離不開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但是有方說這個社會發展裡面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它是沒有觸及過的 它說的全部都是在說物質的層面 但是人與人之間我們講求的是尊重 互信 關懷 已達至幸福的層面 但是說到互信 我們看到15年天津發生大爆炸 有人在直播的時候俄稱父親被炸死 就可以成功騙到3000多名網民供10萬元的籌款 論關懷 有紅貓直播平台 有女主角開格 或要打上超過1000元才能成為她的微信好友 當我們見到今天的人際關係 由原本的雙方之間互信交流 變成由金錢維繫 物質堆砌 而且是一平之隔的缺席關係 有方同學 你怎樣可以跟我說話 今天的人際關係沒有受到這股歪風所流曲呢 甚至兩個月前 有方跟我們說要監管 但我們見到正正是兩個月前 有一個法國的19歲女仔 她就在Facebook直播自殺 觀眾說我們等著看來死 我覺得這件事很有趣 等等的留言 有方跟我試試想一下 這些風氣 這些那麼涼薄 冷血的言辭 對於我們的社會究竟造成什麽影響 就算我們不是說 不是留言者 我們是觀眾看到這些留言 我們的價值觀是否真的不受影響呢 所謂的關懷 互信 尊重又在哪裏呢 你想從何談起呢 有方今天他跟我們說話 聽到我們說的色情 暴力 販毒的例子 他就一句說了 就說有打擊 有監管 所以就可以當甚麼事都沒有 但我們現在見到不良風氣 是否真的消失於空氣間 是否真的消聲匿跡呢 面書功能 它的直播功能 推出僅僅兩年 我們見到美國 土耳其 泰國 墨西哥的國家 都接連發生自殺的事件 連面書創始人 朱黑白駕都承認 直播的黑暗面在於 蒜染 暴力 冷血不良的訊息 我們今天網絡上面 無論是有甚麼平台 各樣的價值觀 都是隨之散播給大眾 荼毒大家的價值觀 為何有方是事若無早 難道有方眼中只是值得錢嗎 有方他之後跟我們說 其實這種風氣是不是那麼蔓延的 但有方說的是否真的事實呢 我方見到 是 多謝各位 最後由正方 接見 總見 你有四分鐘的時間 主席 評判 有回來在兩個位置 大家好 人類為了要傳遞訊息 幾世紀之前已經通過寫信 用文字的方式 或者通過畫畫去表達 然後寄備親朋識友 後來隨著科技的信速發展 令到圖片 影像等的信息傳遞方式 更為普及 大大加快了信息傳播 並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當時亦有不少民眾反對 他們擔心不良的資深 會在互聯網上迅速流傳 荼毒市民 但很多平台為了消除民眾的憂慮 他們實行了監管機制 令我們現在看到很多人都拍片 放在平台上公開 而到了今時今日 我們踏入了直播新時代 現在又有人顧慮直播平台傳播不良的資訊 但其實直播平台本身已經有完善的監管機制 為何我們還要幾人休天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跟朋友去 有沒有試過有朋友去旅行 而自己無得去呢? 那這樣呢 如果他定用一些直播平台的話 朋友就可以通過直播 而這樣就可以看著朋友的直播 就好像跟朋友一起去旅行一樣 那這樣一起交流對話 那這樣不是更加有助人際關係的發展嗎? 那有分同學剛剛就說了 這個政治是 這個直播是違背道德的 但是呢 有分同學真的非常可笑的 有分同學只是爭著於這個經濟的問題 但是政治又有些甚麼違背道德的呢? 那說回道德 但是其實如果沒有直播的話 其他平台都一樣有道德問題的存在 例如在互聯網上面 一樣有一些不良資訊會發佈 而不是單單直播才會有這個問題 那 那 有分同學將這些道德的問題全部呢 都歸佛於直播平台 那其實呢 我們呢 一開始講的 不過的例子呢 其實呢 是講了使用率並不是下載率 所以呢 有分同學就沒有 還有呢 台灣的學者呢 吳宇人 吳傲人 還有吳介文呢 就為這個證明香港 由英籍時期到特區年代的 學術研究會呢 就是平術的嘉賓 但是呢 其中兩人呢 就 赴港千聖的一避拒 所以呢 就運用了直播去參加這個研究會 可見呢 互動性的直播功能呢 就降低了民眾的參政門 如果直播真的好像有 某方同學所講的那麼多廢處 那為什麼美國大選都要用直播呢 證明看直播的用戶多嘛 2016年的美國大選 因為湖蒙的直播深受大眾歡迎 令那個媒體 稱為該美國大選為湖蒙的大選 在2017年呢 政府就和約570萬名 10歲以上的人士用了智能手機 香港的智能手機受透了為84.7% 為全球資貫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及政策研究中心 就公布了民意調查 大約六成的小民幾乎離手 正正是反映了網絡直播的重要性 例如在無線電視新開的大大平台那樣 鼓勵了藝人網上直播 他們雖然沒有因此有直接的收益 但是因為網絡直播的互動 可以令到觀眾對藝人更加熟悉 增加藝人的知名度 和可以娛樂觀眾 其實說到尾 有方同學和我們都希望 時代的發展有所進步 網絡直播不單止發展 新經濟 帶動零售 高紀等的產業 更加增加了市民的參政程度 又避免了立場回體 故意流谷事實 在以上種種的利處底下 為何我們就不可以一起踏入直播新時代呢 多謝各位 大多謝各位 大多謝各位 大多謝大家 大多謝大家 先 Purple 下載 大多謝大家 大多謝還有 大多謝 31 即是說蘋果對社會發展力多於閉嘴 蘋果是指網絡直播這件事 還是網絡直播現在的風氣 如果你拿這個蘋果不準 你說的是完全兩件事 基本上我自己個人的感覺 就似乎大家對於蘋果的演繹有一點點不同 似乎這邊的風氣 這兩個字的納入 它的論點的比例是高一點 而這邊是相對的比例 相對的比例比較重要 這是一個觀感 為何我有這樣的觀感 因為他們用立読的風氣說的話 是比較容易去接受或者感覺到 因為他們說什麼呢 他們都是說一些很容易明白的東西 例如說網紅或者網絡主播 如何去賺你的獎賞 好像穿衣服也好 做一些好麻煩的動作 主言超略都好 好像很容易很tengible 對於一般人 就是很容易理解的時候 這邊說的話 主要是一些經濟的效益 例如根據某某中國社會科學院 不知道什麼的報告 有多少三百多億 主言之內 因為有很龐大的經濟面 主言超略 一些比較是對的 不過相對的不是很失敗化的一些資訊 所以相關也有說 不過這一邊的風氣 如果一般很靈魂 之後很低水平的情況 好像我的 我就會容易明白這些東西 但是不相信是對的 這是我第一個觀感 好 第二個觀感 對於那怎麼辦呢 其實今天我的理解是一個簡單的 一位網絡直播的風氣 一定有好和壞 問題是 這邊就賣了很多經濟力 這邊就賣了相對一些好色情 或者一些害心靈的時刻 究竟它怎樣拆解 現在今天的狀況 似乎是雙方都拆解不到雙方 你亦都不可以反對它的經濟效益 亦都可以隨便說 你怎麼證明你的經濟效益 就透過這個網絡直播的現實 你可以這樣問 但是純粹從一個聽出來 你又不可以反對它的網絡直播 帶來一些新的經濟的產業 或者脈絡 而你亦都不可以反對到它 真的天天都在網上 有些直播的色情資訊 或者直播什麼殺人 大家注意出去 你又反對不到它 如果是這樣 那不如大家就不動搏了 我的意思就是 其實怎樣去做呢 你可不可以安慶承認它就算了 譬如說我正正方 我的口 我純粹自己在想 任何新興的傳播 或者一個資訊 或者溝通的群道 必然有初經的階段 有些不快處的 譬如說 基於人的根性 這個你都認同的 有些新興的群道 它怎樣援繞自己的財富 怎樣去貪位 怎樣去得到色情的資訊 不只是網上直播 任何的一個新興的傳遞模式 都會經過 最初可能是指印刷 或者接著是有YouTube 接著有Facebook 任何狀況都會必經的 這個是必經階段來的 如何面對色情 如何面對貪男都是 所以網上直播都是 我不回應你 不過問題在長遠 這件事是否好呢 有政治 你們剛才說過 都說了一陣子的 我從我得過聯邦的觀望 就是全球經濟 有經濟 有其他的東西 這些你是反對不到的 而這件好處 長遠來說是很大的 所以我們不應該為了一些 由人的根溫滅根性出現的問題 放棄這個 或者覺得這件事是很大的 相反是要聯絡理論 要監獄 諸如此類 對不對 我們不要嘗試去花力 去反駁一些你反駁過的東西 這些辯論台上看 需要 是沒有用的 因為大家都明白 真的每天都看到很可愛的東西 可以做甚麼 沒得搏 問題是吃東西 有些更加有價值的東西 值得我們去追查 或者最最後一件事都可以去改變 還是另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在技巧上面 我沒有玩過這個即時質詢 在我那個聯邦裏裏面 大家都有規矩 那我就努力給人拿出來做甚麼 大家有個即時質詢 就是你要挑選擇 我留意的一點就是說 這位同學 當你想答的時候 這位萬計同學其實他未答完就已經開始說話了 我不知道蔡規為什麼我沒有詳細留意 第一我不知道蔡規容許 第二件就算蔡規容許 如果我的選擇我是不會停的 我也未講完的話 如果我講完的話 請你給我解答我的問題 你才會再發言 我一定不會停 因為你都未答完你給他再說 評判都確實說你是不懂回答我 你留意一下 但你很多時候未答完他就加了一場 教練這些很熟 我的理解就是 你不可以讓別人反客為主 侵佔了你的答案時間 你一條就掌握了 究竟是怎樣掌握在蔡規容許 你可不可以說他犯規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犯規 他是不是犯規 如果他犯規的就是主席去報告 主席我未集完的時候 他已經侵佔了我的答案時間 如果這個不是蔡規 你說我必須要 請你給我足夠的答案 你先不要再提問 對不對 不要被別人侵佔了 第二 很多時候 我看了兩場比賽 很感謝大家 教繞了我新的人 一些興奮 很多時候大家喜歡的答案 是還是不是 你答案是還是不是 我好像看了那些TVB的交劇 那些發展 你是還是不是 你不想答我 你是還是還是 我不知道會怎樣 當然 這是一條條例 如果你回答我 你答我也是 死近的 大家好像很聰明 才會變成 我亦都在這個立合 怎樣拆 他真的問我是還是不是 比如舉例 你覺得 你覺得 譬如有一個問你 問你反方 比如說 你覺得 你覺得每次來出300億的經濟效益 是否對社會是好事還是壞事 是好還是壞 你回答我好還是壞 你回答我好還是壞 你回答我 支持這個經濟的觀念 我回答我好還是壞 支持這個風氣是壞 哦 支持這個經濟的壞風氣是壞 正常的經濟產業都是壞 那要等他 這個產業裏面有幾多是 有幾多是良性 有幾多是惡性 OK 如果我 就說 你要一個補的 就是我要補一個condition 就是說 譬如我問你 有經濟效益 是否對社會產業是好還是壞 是否好 利大於壞 你要補一些點 是對你的問題是有幫助 譬如我剛才也想到 類似你的講 如果你覺得 今天的社會發展 只是等於經濟的 我會答你 是 你問我經濟是否對發展 是否好 是 如果你的經濟就等於社會發展的全部 我會答你 不是 第一 你必須要解答別人的問題 因為有些問題是 是還是不是 你要回答 但是你回答之餘 你要補充一些論點 就是指出他這個問題 第一 就是不蠢 第二 就是不是代表事實的全部 或者是扭曲了這件題 譬如說 這裡經常都是問的 你 如果所有弊多與利的東西 在社會上都要禁止 我會答你 是 因為你問了很多次 但是他們沒有回答 別人問你 是不是禁止 你們好像沒有回答 知道嗎 所以 這是你們剛剛教識 我和我在座位裏想想的 因為是很重要的 直接影響了整個觀感 其實分數也挺重要的 如果你一句話都沒有回答 又被人欠佔了我們的時間 你的分數不大 可能 是 所以 這個是要提供掌握 主要是這些 這些技術性的 那些浪容是更好的意見 都要留待 其他定位是沒有的 我不知道 謝謝 然後我們再請余俊維先生 給評審 謝謝 謝謝 非常好看 不是要怎樣去發展大家是好看的 好看在於什麼呢 兩邊都給了一些新的嘗試出來 正方的新的嘗試就是 你明知道只說錢是夠的 你想說錢怎麼說到大呢 就說有產業鏈 後面有幾多人 有幾多行的公司 中介營 製造 快捕 U-Camp 都更多 你想把一國刊 說得很大 但是其實勞力是很容易的 另外就是 政治上 你說德國有一個 國會監察 聽話 那些人是可以上去 那這些其實是 傳暗打這條電視 看下 和風氣的情況 未必我們會很想聽的 那政方這個順勢 我覺得應該要認識 那當然了 政方也都遇到反方會 那些很經常聽到的官方 例如說 有色情、暴力、不可能的資訊 那你用的方法就是 其實很多 都一樣 政方必然會提交官員 大家都知道 第二樣就是 那有其他不同的傳聞 都有這些 那什麼其他都要搞的 就是用不同的抽象 反駁 那 這個反駁的嘗試有足利 但是足不足以抵擋反駁 這個我覺得是正方的 第一就是監管有做過 那個成效是怎樣 那其實正方應該是用處的 那第二就是 這個網絡直播的平台 能夠散播的色情不良之順 和其他平台散播的色情不良之順 我突然就很難說 我想聽到是狗人 譬如反駁和其他人打上去 即時就做衣服 做各樣的資訊 但是書 你應該沒有聽過有人為了 你不如出一本書寫個色情故事 然後我起錢你 即是沒有這個即時性 也不會有這麼窮的動機 去做這件事 但是網絡的直播 是會屬於其他人的 以這個涉及的金字導達 所以中間的類似 用其他平台 都有同樣的資訊 來反駁對手 這個不同的做法 我覺得敢不敢 我覺得這個情況很難 然後反駁 反駁今天是 我覺得做了一件事 就是很工整的 去究竟怎樣去做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問題 就是 反駁直播是甚麼 封氣是甚麼 社會發展的理解 未多於那個標準是甚麼 我只是聽了一個標準 我們小時候聽了一些前輩打別 大專輩國內的 很工整的 每一件事都說得很清楚 正如我今天所說的 我想的 今天反駁 我覺得如果要贏的話 這一片是贏的 兩場四個站方 其實每一幕都做了 今天這場是反駁的 但是都會有一些情況 我覺得是 反駁今天需要留意 你會說的是 我今天說的是 人的價值觀 我們的風氣就是在拍攝 是不是那個風氣 有這個風氣 這個主要站的 這個位置就是正確的 正確的 如果多數人在 我理解的就是 可能是在一些很無聊的 但是生活上是很小的 可能是你網絡直播在學校的 可能是比較多的 可能是直播在家 或者是在花園工作 或者是正確的 或者是在 DSE街的 聯絡書等 自己也不分分到打機 或者是有些人 直接直接 就是直播分DSE 就去打機 都可以 這些可能是 其實生活中最常見的便宜可能是 當年在中國內地玩網絡 食物商店那裡 不懂得買到比較難的 例如網絡去買 各人的一些正方法 這一類型的行為 對社會是否有見辭和貿易呢 就沒有看究竟正方是怎樣去練習 如果多到人生活那些小節 對社會發展當然沒有任何正面環境 正方說是買到衣服 這個是在他們的界隆 經濟上去體驗 有社會發展 在你眼中就說我不是正面環境 但是有這個設計 你不想做 本身我覺得太遠 你用這個技巧去打走它 但是是否有商業新的 我覺得太遠 其實你是不打這個理由 當然剩下一些小數的 壞的 今天就是看你怎樣的角度大 今天基本上就是用一些無銀路 就是這件事就很大 心智、價值觀 錢就可以去處理很多問題 這個是理會很多 所以 怎樣忍惡仰善 就是你其實都會有些惡 今天的題目就是要忍善 你那些善其實是忍得 今天就對手沒有怎樣的現象 那些事實在都沒有 用這個技巧去讀它 那這個處理 今天是沒有手表現 所以沒有什麼特別的 因為你完全沒有用 但是那個經濟人是純粹用一句話 可能是在進一步取代圓董去透過中間的商務 收一些廢物去賣光 就是會更加推得更加盡 那我以為真是很商業的角度去看這件事 我是今天不是純粹去看網 不是在網頁收支援 是說了對方的 如何賣光的行業 那我就覺得 你純粹去跟我說 錢就是衰 那樣的質疑 是一個很狂的狂發 那當然一月到這一刻 就說 我們有資深存會 人足我們交易 這一場賽事的同意是挺好看的 而且我對於上一場的一些評語 我也很高興在這一場是看到有否足夠的 舉個例 風氣的定義或者描述 這一場兩隊都有覆蓋 社會發展無論是正方反方 這件事我覺得是 起碼是沒有來看的 因為有些時候 對不起你 就不理會社會發展 純粹說你不是 我亦都比較欣賞 就是其實正反雙方 不僅是留於去掃 它的好處得益 它的壞處問題 你們有將那樣東西 提升的層次高一點點 你們不只是掃那些人 就不同的例子 如何衰法 是說道德論亡 對社會發展所造成的一個代價 你這一邊所說的那樣東西 都不是純粹是經濟 你說經濟產業 不過是差一點 經濟產業對於推動社會發展 那樣東西差一點點 但是我也看到有提升到一個層次 就可以避免 兩邊只是扔碎均的做法 但是如果你想要補充那部分來講 先說反方 反方今天有幾樣東西都做得挺好的 資料上面是充足的 都相當充足 亦都是闊度 亦都是夠的 這樣亦都有一些 我不能說不聰明 但是同時是狡猾的方法 就是不停這樣去追問對方的推論 和要求對方給論據 當然我們知道 論點論據論述很重要 但是如果全場比賽 你不停地問別人 也是很難回答 但是你亦都燃燒了對方很多時間 但是反過來 你不停做這種手法 做編不圖 亦都有代價 這個代價就是 你們的編不圖 和你們的內容 亦都燃燒著自己的時間和空間 令到整體的博論和內容上面 我會稍微覺得是單薄了 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最主要的問題所在 你說你們今場 還要再評論些什麼 就有點難度了 為什麼呢 因為你們的主線和論點很連貫 就是很小的一個心圈 就是國際手圈 你維持了這麼小的心圈 你要找很多流動 是很難的 其次這一邊 不是斟酌你們的內容的重點 是挑出很多的問題 以至於你們整場 不算受到很大的挑戰 所以就能夠令到你的表現順暢 但我同意剛才評判所說的 是不是道德輪落就大了呢 就是根據你們的說法 就是金錢是賣惡的 資本主義的世界是輪落的 如果你說 如果你是去到這麼極端的論點 如果政方是挑通這些說法 我想你們會有點想 不過今天這邊 就不是特別有做到這件事 反而你們是跟他們玩金錢遊戲 雖然你們的主線 不是想著重金錢遊戲 你們有另一件事 就是政治上的參與 但我覺得稍稍可惜的 就是例如在一副裡面 我知道你們有分工的 同學是否經驗錢 我給我的同學經驗錢 我都會規定他們誰說什麼 他們到時真的做 就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什麼 即場要求你有調動的時候 未必可以馬上反應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今天一副的同學 主要的論點是說錢 和產業鏈的問題 但是這邊呢 一開杯已經跟你說 錢是沒用的 你買了我的良心 你買了我的道德 其實它已經說完了 那變成呢 到你去一副的時候 你還不只是 在未回應的情況下 再推翻那條錢的線出來 我會覺得有點可惜 那你相對於錢那方面 既然你這裏 是有一個政治參與那件事 我會覺得 如果可以的話 下次吧 可以靈活一點點 在你那裏 一開始做了這一方面 起碼整個戰場會 一開始 就不用那麼辛苦 另外呢 就是 我欣賞你們的產業 是產業鏈的想法 但我覺得 政治上的參與 可以講得再精彩一點 一件事 就是我上場也有提到的 所謂政治的操權 就是說我可以自己 朱凱迪 我可以自己 沒有人沒有人沒有錢 都好 我可以直播自己的抗爭活動 這些東西 在傳統的傳媒主流 傳媒未必覺得吸引的 因為你知道 在正常的情況下 你要一些記者來採取你 首先他覺得他有新聞價值的事情 然後某一些電視台 傳媒都是大老闆去操控的 或者他們和建制方面有千絲萬縷 所以如果你想說抗爭的問題 其實是說在普通人的情況下 要和這些建制或者權力 或者精英層去對抗的時候 網絡以至網絡直播 是一個好的渠道 有一個中文字叫做充權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我不再重複很多事情 因為我上次其實 大家可以參考之前的場合 但是那個充權在過去10、20年 在那個獨立媒體的顯現裏 是做到很多的 以至於整個 例如你剛才說的 革命和雨傘運動 在這個過程裏面 他都有充分利用直播 去做聯繫的 即是怎樣可以令到 本來很少人參與這個運動 變成很多人聲援 這個是第一的 第二件事 我再補充一點 上場我沒有提到的 就是除了那個所謂的政治充權之外 公民社會的充權之外 還有一件事是心理充權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不要說到那麼偉大 我去參加政治 純粹是人人做完網紅 無論你是什麼人 你有一點點厲害的東西 包括你吃飯吃很多 你都可以做到明星的 在網絡上面 他其實對於提升 網紅本身的心理優勢 以至於他突出他的才能 他的才能 可能是主流所不喜歡 哪裏猜到達哥自己在這裏打機 是可以令他怕這個廣告 變成這麼紅 正常主門 你試一下問一下大台 會不會真的無故訪問達哥 我相信會 但是他透過這個渠道 他成為了那一下的明星 一些人家眼中主流不接受的優勢 對他來說成為了自己的競爭動作點 這個是不是對社會發展好呢 如果我們可以把人才的獨特的特質 即是將它發光發 我會覺得既然對方在獨特龍浪 錢是很難解決道德內無這件事 即是錢是否應該買得起道德內無這件事 這麼難搞的時候 你多說一些我方面的參與 我可能會覺得那個 戰場會拉得闊一些 他們也會辛苦一些 那整場你們也會打得舒服一些 那這個是我今天的我的體分 謝謝 謝謝王傑瑋小姐 今天比賽的結果已經在我手上 這間由我順利的賽果 首先是最佳電力員長項 今天的最佳電力員是 反風的見面 你欣申 恭喜 至於今天的賽果 正方得票0 反方得票3 換句話說 今天勝出的比賽 今天勝出比賽的學校是 加密派員中堂 今場比賽到自己中分 有小朋友 誰叫你怎麼去的 電力服務員 你先點我 怎麼去的 你怎麼去的 你在旋律上 到我們身上 感谢观看